在台中发迹的这家咖啡品牌 是全台唯一农场直营 产销一条龙的咖啡业者 创办人王兴君其实原本不喝咖啡 在越南工作时 因缘际会下帮朋友带回越南和辽国的咖啡 让他注意到咖啡市场前景可及 尤其2008年金融海啸 唯一逆势成长的就是咖啡业 因此和朋友合资一百万美金 就在辽国种咖啡 一开始不了解咖啡的他 根本无法将咖啡豆卖出去 最后决定自己开咖啡厅 自己卖 用低于市价 一杯只要十七块钱的现煮咖啡 打开市场 让越来越多人知道品牌 进一步开发精品绿挂咖啡 年产量超过一千万包 整体年产值达到六亿元 我们有一群猎豆的人 然后去外国就是采买最棒的豆子进来 然后在台湾进行烘豆 我们辽国的话在这边 都是一条龙自产自小的 从国外这边栽种 然后生豆 然后进来台湾烘豆 跟进行包装都是一条龙的 门市里飘散着浓浓咖啡香 让人瞬间提神 这里是全台唯一农场直营 以及产销一条龙的咖啡品牌 他们的精品绿挂咖啡包品项 更是全台之冠 总共有七十多种 年产量超过一千万包 绿挂咖啡很方便 出去带着 因为它体积不是很大 它只要热水杯子 就可以很轻松地喝到一杯好咖啡 我们建议水温可能88度到92度 都可以去冲煮这个咖啡 大约冲157C 我个人是觉得味道最刚好 精品咖啡品牌创办人王信君 创业这十多年来 可说是他从咖啡小白 变身成咖啡达人的历程 这里是我们咖啡豆存放的地方 都是恒文恒时的仓储 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咖啡 都是我们团队在世界各国找寻来的 还有辽国的咖啡哥伦比亚 还有伊索比亚跟巴拿马等等的国家 来自世界各国的咖啡豆 都是生豆猎人们辛苦寻来 其中不乏每公斤上万元的稀有生豆 或是竞标咖啡豆 走进烘豆区 浓郁咖啡香扑鼻而来 机台前的烘豆师各个兢兢业业 因为烘焙咖啡豆 可不是将生豆炒熟而已 我们会依照各个机台的需求不同 然后我们需要的焙度不同 也会依照产区处理法 分配到各个机台去 那我们有比较适合的机台 可能做中生烘焙的 或是可能比较适合做中浅焙 或黄金烘焙 那我们就会去让它去呈现出这样的风味 经过风与火的淬炼 淡黄色的生豆逐渐转变成生核色 释放出自身独一无二的香气与风味 咖啡豆冷却之后 那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平板环节 就是我们有色选机 透过折色原理去筛选出瑕疵 那我们就让咖啡的色者能够更一致 那能够确保说 我们的瑕疵都已经跳出来了 就可以减少人工的消耗 现在天天与咖啡为伍 其实王信君原本根本不喝咖啡 踏入业界前 工作经历可说是相当丰富 17岁就出生会工作 曾到超商打工 陆陆续续当过房仲 汽车销售业务 还有越南台干等等 也就是在越南那时 他对咖啡有了初步的认识 刚好有朋友他需要越南的咖啡的样品 朋友在辽国那边说辽国也有咖啡 我就一起拿回来给台湾的食品厂 那时候没有任何想法 只是一个咖啡贸易的买卖 我刚好是参与里面的过程当快递员 快递员当着当着 开始和朋友合资100万美元 在辽国种起咖啡 甚至最后全新投入咖啡世界 在08年的时候金融海啸 那时候就看到电视节目在讲 全世界的产业可能有点不景气 有一个产业逆向起来 就是咖啡 在那时候我投资 很想说我有这个资源 就从我在投资辽国那边的农场 拉一个货柜的咖啡原料 回来台湾这里开始做推广 初期对咖啡一窍不通的她 是亏损连连 不懂当地天气 在雨季种植咖啡 结果大雨一来 通通毁于一旦 而好不容易咖啡豆种出来了 要卖回台湾 却因为不了解市场 不知道如何介绍与行销 销售遇上瓶颈 三年来就亏损上千万 无奈之下 只好决定自己开店自己卖 2009年 她开了第一间咖啡店 当时超商和连锁咖啡品牌 早已掀起平价咖啡旋风 一杯咖啡30到40元 而王信君则是以体验 和分享的理念经营 推出低于市价 一杯只要15元的现跑咖啡 那时候我是有那种 全自动的咖啡机 会比较没有技术性 只要原料新鲜 按一下自己磨自己萃取 就一杯咖啡 占我的人工跟时间 并没有很多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子是 最快速推广咖啡的一个方法 没想到就这样一泡而红 许多咖啡爱好者闻香而来 开业第一年业绩就翻了三倍 并逐步展店 她也开始爱上尝试不同品种产地的 咖啡豆店内的品项因此越来越多元 从半磅400元到7000元的精品咖啡豆 这里都能找得到 我个人很喜欢各式各样的咖啡豆 买回来试看看 刚开始因为不了解咖啡 所以当时很认真 看了那些书 在自己做测试 我发现每一个国家 它的咖啡豆都有它的个性 像废瘦咖啡它就比较水果凋性 它的香气是比较强的 而中美洲它是很平衡 而在亚洲这边它是比较有厚度 每个国家的风味取向 我们不太一样 王信君精益求精 培养自己的专业团队 除了有生豆猎人 在全球各大洲的咖啡产地 寻找最好的原料 他也自建烘豆厂 靠着烘豆湿和杯测湿 精准掌控咖啡品质 那我们烘完了皮酱之后 我们都会取样 那一次会送过来这个杯测室 会有三到四个人去做同一的杯测 然后确认说这个商品今天烘焙的状况 是不是可以出去给消费者的 那如果不可以的话 我们就会打掉再重新做烘焙 那这些步骤做完之后 我们才会送到包装室去做包装 便利携带冲泡的绿挂咖啡 更是他们的主要商品之一 代工加上自家品牌 年产量就破千万包 平衔大概看一下 本的今天要做的粗细度 土布膜标准 再来测密合度 看会不会漏气 如果漏气保鲜就会不好 再来测挂的含氧量 含氧量尽量越低 保鲜的时间会越久 每包精品咖啡 都有背后迷人的产地故事 近年来他们也透过美美的包装 吸引民众之外 同时也感谢辛苦的农民们 每年我们都会做一些 这种礼盒送给产区的农民 我发现说台湾的朋友 也很喜欢送一些给台湾的朋友 每一年我们都有做 不同的包装礼盒送给大家 品质好可能要试着才知道 而在包装上面 大家看到就觉得 非常的惊艳 很喜爱 我就觉得包装上 我们有特别花一些时间去规划 王信君一路以来 以分享的理念推广精品咖啡 在竞争激烈的咖啡市场 他掌握产销 站稳脚步 抢攻全球兆元黑金商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